其他人的亲属和同乡都可以当官 唯独我毛泽东不行 这江山不姓毛 谁要是在乎来 莫怪我毛泽东六亲不认 这是毛主席少见的大发雷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 有几个人找到毛主席 想要盼盼关系 让毛主席安排个一官半职 毛主席对此非常的生气 那么这几个是谁 今天就带大家详细了解一下 话不多说 直接开讲 还请新来的朋友长按点赞加关注 以便浏览往期精彩视频 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 他带领着我们的人民 成功赶走侵略者 建立了新中国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毛主席一向都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许多人回忆起毛主席 评价都是没有任何架子 从来不端着 不论是身边的工作人员 还是身边的百姓 毛主席对所有人都非常的和蔼可亲 他从来不摆什么关架子 永远和人民打成一片 当时胡宗南打到延安 这个时候毛主席等人已经撤走了 之后蒋介石来到延安之后 看到眼前的井匠 可是彻夜难免 只见破破烂烂的窑洞 破烂的窗户 掉土的墙皮和一张破桌子 院子里还放着一个防布机 这个防布机 就是毛主席闲暇时 给战士们防布用的 蒋介石问当地农民 想要更多的了解一下毛主席 他们那人见过毛主席吗 农民说 主席来我家吃过枣子 每次都给钱 蒋介石问 那他穿什么衣服 农民回答 和大家一样 穿补丁衣服 由此也可见 毛主席真的没有任何架子 也深得名心 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那么一向和蔼可亲的毛主席 却罕见的大发雷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新中国成立之后 大家都想让毛主席 搬进中南海居住 但是对此 毛主席是不太愿意的 他的理由很简单 那就是不当理自成 不住皇帝住过的地方 但是在大家的劝说下 又根据现实结合 毛主席还是搬到了中南海居住 因为他在香山居住的话 处理工作实在是不方便 搬到中南海之后 毛主席就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 不要过多的去装扮自己居住的地方 一切从简 这一天 中南海的门前突然来了几个人 不断地向里面张望 门口的警卫注意到了这个事情 连忙上前查看 这几个人说 是来找毛主席的 是毛主席的亲戚 对此警卫员也是非常的疑惑 连忙去请示了毛主席 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之后 警卫员就将这几个人 带进了中南海 刚进到屋里之后 看到房间里面的摆设 几个人都非常的吃惊 他们认为毛主席住的地方 肯定是非常的华丽 可是眼前看到的 与想象的都不一样 屋子里面只有几张椅子和桌子 哪里是紫禁城的金鸾殿呀 说到这个时候 毛主席进来了 毛主席说 齐叔公呀 皇帝可是奉建王朝的生活 我可是人民的 现在不信这个 随后这几个人 也说明了这次的来意 那就是想来北京看兵 毛主席得知之后 也马上说 既然要来看病 那就好好看看 费用不用担心 我来出了 又安排身边的人 去准备午饭 当然也是毛主席自己出钱 随后几人 又去故宫进行参观 看到故宫里面 摆放着各种好看的金银玉器 他们纷纷都说 这些东西是毛主席的 为什么要摆放在这里呀 说着说着就开始动手拿 看到这个情况 也控制不住了 工作人员就赶紧去通知了毛主席 毛主席见状就说 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的 而是国家的 赶紧放回去 这个时候 毛主席已经生气了 但是这个七叔公 却觉得莫名其妙 丝毫没有察觉出来 自己哪里做的不对 甚至还要求毛主席 给他的家人安排工作 听到这里 毛主席就更加的生气了 如果大家都说你的这种想法 那岂不是全部都乱套了 我是主席 更要以身作责 随后毛主席就说 我已经把你们的车票买好了 既然病都看好了 已经没有什么事情了 那就快快回去 由此可见 毛主席真的生气了 这几个人看到情况不对 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 只好拿着车票回老家去了 随后时间来到了1952年 毛主席像往常一样 在书房处理着自己的工作 这个时候 一位工作人员进来了 拿了一封信 这封信是毛主席老家寄来的 写这封信的人是毛爱贵 那么这个毛爱贵是谁呢 这个人曾经是毛主席的邻居 两家可以说是世交 他的堂哥毛爱堂 参加革命在武常牺牲了 毛爱贵的眼睛 也曾因为主席而导致眼睛失明了 那么毛爱贵这次来信 写的内容是什么呢 原来他想要寻求毛主席的帮助 家里六个人需要吃饭 而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干活 再加上自己的眼睛不好 家里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如果可以的话 想让他为国家做点事情 能不能去那里学习几年 对这封来信 毛主席也是非常的纠结 思考赞三之下 毛主席写了这么一封回信 毛爱贵先生 您的来信早已收到 多年不见 甚为高兴 要是你儿子出来搞一点 随时随意的工作 我已十分高兴 可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 收到这封回信之后 毛爱贵可是非常的高兴 随后当地的负责人 给他儿子安排了一个服务员的工作 1959年的时候 毛主席回到了韶山 不仅是要祭拜双清 也要探望一下付了乡请 毛主席只生一人 钱去给父母亲扫墓 他说 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不信什么鬼神 但是生我者父母 教我者当同志 老师 朋友 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还有很多人 都去找过毛主席 想要让他安排工作 这其中 还有毛主席的恩人 那么对于自己恩人的求助 毛主席又是什么态度呢 这个人就是毛主席的表舅哥 文韵昌 当时毛主席 在韶山组织农民运动的时候 北洋军阀进行大抓捕 文韵昌就把毛主席 藏在了自己的家中 因为两人长相有些相似 所以文韵昌就主动的 去冒名顶替坐牢 对于这种恩情 毛主席可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随后时间过了二十多年 两个人再次见了面 文韵昌想让毛主席 为自己安排一个工作 毛主席先是设宴款待 随后便婉拒了他的请求 毛主席说 表舅哥对我的恩情 我这一辈子莫尺难忘 但是我现在是主席 是人民的主席 所以不能破这个先例 不然对其他人会造成影响 随后文韵昌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情了 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不论是谁求官问职 哪怕是关系最好 都被毛主席给拒绝了 对此 毛主席说 中国历代的历史都已经证明 任人没嫌能让国家走向兴貌 唯卿只会走向衰败 正是用了毛主席这样的伟人 坚持两袖清风 清正怜悯 才有了我们如今幸福的生活 毛主席的精神和思想 值得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人去学习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欢迎积极留言讨论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